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6月20日 西班牙主场波兰壮阔 星期日凌晨 欧博杯小组赛第二轮有好戏上演 身处E组的西班牙 将是比C组安球场迎战波兰 西班牙首战全场压制瑞典程的放下 都赢不到波利 球队心有不甘 今次面对首战输波的波兰 主场作战的西班牙势 要拿到小组赛开门红 在今届欧国杯公布26人 参赛大名单的时候 西班牙可以说是信心满满 主席安力基指带了24名球员 不过天有不测之风云 队长兼主力后 腰部司机思因感染身冠决阵 这个比西班牙当头一棒 到了小组赛首战 西班牙出师不利 面对瑞典的严防死守 即使斗牛士军团全场 占据绝对优势 但摩拉达和丹尼奥莫等多名攻击手 都发挥不了 他们最终只能收获一场和局 其中摩拉达多次失了绝好的得分机会 受到各方的质疑 而主席安力基在金像对阵波兰的赛前新闻会上 依然带摩拉达 这个给他一定的信心 希望摩拉达金像可以用入波回贵主帅的信任 另外从小组赛首战可以看出 西班牙金界依然是主打传控的踢法 但踢得较为保守 横向传播较多 对于金像志在三分的西班牙来说 他们需要做的是减少无畏的横传 转移增加中向的传播 两边的费兰托里斯 同丹尼奥莫同样需要增加边路突破的次数 相信只要西班牙打开一个对手防守的缺口 以西班牙球员的整体数字 他们攻破对手大门只是时间的问题 作为小组中教约的球队之一 波兰小组赛首战对镇斯洛弗克 就显得尤为关键 但可惜的是 波兰没有拿到想要的结果 他们最终一比二输球对手 晋级前景不利 仔细观察首战 对镇斯洛弗克的比赛 波兰成为欧国杯历史上第二支单场 既有乌龙波和红牌的球队 同时基组维克的红牌 也是今届欧国杯第一张红牌 波兰大赛历史第三位染红的球员 他今仗面对西班牙张佐波监 没有了他波兰的攻守转换就受到极大的影响 不单止这样 核心利云道斯基的状态更是令人担忧 即使他近年来是拜仁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他是国家队的表现就令人失望 首战面对斯洛弗克 利云道斯基全场五次射门 令射净 增顶成功率只有五成 过去包括上届世界杯 到今届欧国杯首战之后 利云道斯基一共33脚射门 只攻入一个球 金像面对西班牙 这位世界级前锋 急需用表现去摆脱 国家队层面 大赛软脚鞋的污名 在阵容方面 门障法比安斯基因双金像缺陣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经销、二格、八格、MTA等精彩 足球南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即下在M直播 随时随地看好球